好,接著我們要來示範一下加密的檔案的動作 加密檔案,所以我們把記事本打開 我們做一個練習用的檔案 譬如說,這是機密文件 好,那我們把它儲存 那記得編碼方式我們選擇UTF8 好,那假設我們先把它存在Mintuals底下,一個叫Test的檔案 好,存檔 好,關起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檔案就是這樣子 那只要我們在檔案的上面按右鍵 選擇Sign and Encrypt 他就會去啟動我們的程式 那可能第一次會稍微久一點,所以要稍微先等一下 那等他如果完全載入的時候,他會在右下角這邊 右下角這邊,就會做常駐 好,那他就會彈出一個視窗 那彈出來的時候 你要照預設值也可以 那他預設他儲存加密完之後的檔案會放在 跟他檔案在一起的這個位置 好,那我們選擇Sign and Encrypt 這個點下去 那他記得他會彈出一個詢問你 密碼 的視窗就是你建立這一把鑰匙的時候 所建立的密碼 所以除了鑰匙之外,他還有一個密碼 OK 那他就會說建立完成,那這邊就多出一個檔案 那如果你是用筆記本去把它打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要選擇所有的文件 這個是加密後的檔案 開起來的話會是一個亂 所以 所以對方就沒有辦法去知道 除非他拿到你的 鑰匙 而且知道你的密碼 兩個同時都 達成的時候才有辦法去 做解密的工作 所以這就是檔案的加密 那資料夾的加密也是一樣 比如說這邊有個TESTER的資料夾 改個名字了 TESTER1的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裡面如果有很多檔案的話 比如說他有 一個檔案 然後兩個檔案的話 那一樣右鍵一樣選擇這個 那 他一樣會去把 而且他會做一個壓縮的動作 再去做加密 所以他是用 TAR 預設是用TAR 做一個打包的動作 然後再去做加密 所以一樣點下去 那這次為什麼沒有 我彈出叫你輸入密碼 因為他會有一個密碼的記憶時間 是可以不用輸入密碼 免得你一直在那邊輸入密碼 那一樣做結束 他就會把這個加密的檔案 建立出來 那而且這個是一個 打包過後的檔案